日前90后歌手白晶写首张EP大捷 Brabby Queen亮相北京举行发布会 一席黑色曼妙薄纱群惊艳登台的白晶 首开场便献唱了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 Brabby Queen搭配动感热物 瞬间将全场火爆气氛点燃 除了动感热物 白晶也献唱与主持人安虎献唱了电影 给野兽献歌的主题曲 一动一进的完美演绎 白晶的实力成功显而易见 轻心脱俗的形象 外加优质的好声音 白晶发行首张EP自然是得到了不少音乐人的提携和帮助 而当天好声音冠军梁博以及人气选手全震东 作为其同校的学长及老师意外现身 更是为整场发布会攥足噱头 此好声音落幕后无论是吴莫愁 极客俊逸李戴莫 还是其他好声音成员在音乐上皆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而夺冠后的梁博却极少公开露面 发展境况引发诸多关注 当天梁博接受采访时一如既往的少言寡语 对于自己的最新动向也是密而不宣 最近在排练 还是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 排练什么呀 多关注关注他吧 值得一提的是 当天恰逢好声音选手李戴莫 在北京正式签约新唱片公司 虽然其与全震东同事导师刘冠组的成员 不过对于这样的大消息 全震东却表示完全不知情 这不免让人猜疑是否比赛结束后 好声音选手都各自发展 私下没有任何的往来了呢 今天好像那个李戴莫 在北京签约新唱片公司 你没有知道就 就要签约 娱乐18点北京